第五十四课 TMANMENU主菜单组件 在这节课程之前 我们介绍了过程 介绍了函数 我们知道通过过程和函数 可以把一系列代码 封装成一个语句块 以供自己或者是他人 进行调取和使用 并且我们还学会了 如何在软件界面窗体内 添加使用按钮 文本框 文本显示 等一系列的组件 通过这些组件的添加以及使用 可以让将来软件使用者 更加方便地对软件功能进行操控 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组件 称之为主菜单组件 通过这一个组件 我们呢可以非常简单便捷地为我们软件窗体添加主菜单 所谓的主菜单 就是类似于记事本靠上面上册一排的这些菜单项 通过这些菜单项 使用者可以方便快捷地对软件的一些功能进行访问使用 这也是主菜单的一个作用 主菜单 为于窗体上部 提供软件功能的快速访问 这是主菜单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如何为我们的软件窗体添加主菜单呢 我们可以借助STANDARD组件选项卡中的MANMENU组件 通过这一个组件 我们呢可以轻松地为我们的窗体添加主菜单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同一个软件窗体内 我们可以同时添加多个主菜单组件 那么软件在运行起来之后 具体的针对于这一个窗体 使用哪一个这个主菜单组件呢 我们可以借助窗体的M 我们看ENU这一个属性来指定 如果我们把它指定使用第一个主菜单组件 那么呢 将来针对于这个组件的菜单 将出现在软件窗体靠上侧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定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定这一个窗体的MENU属性的值为其他另外两个主窗体组件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同一个软件窗体 它只显示使用一个这个主菜单组件就足够了 下面呢 我们看我们已经为这一个软件窗体添加并且指定使用了这样一个主菜单组件 我们看窗体的MENU属性的值为MENU1 也就是这一个主菜单组件的名称 也就是确认使用它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一个主菜单组件来设计这个菜单包含哪些菜单项呢 我们需要借助菜单设计器通过它可以设计菜单的各个菜单项 如何启动菜单设计器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双准树标双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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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菜单组件即可 双准 这时候呢 打开的是针对于这一个主菜单组件的这个菜单设计器 我们点选第一个菜单 设置Captlon属性的值为文件 回车 然后出现在下一个 我们点选 当然文件这时候呢 如果点选的话 也会弹出它的下拉菜单项 以供我们进行设置 我们可以点选下拉菜单项 设置为打开 回车 这时候呢后续是下面一个菜单 让我们进行设计 设置Captlon属性的值为退出 这样呢文件主菜单就有两个子菜单 项分别是打开退出 文件后面我们进行点选 对这一个菜单进行设计 设置它的Captlon属性的值为编辑 回车 再下一个呢 这个靠这个右侧 我们设置为帮助 然后点选编辑 这时候弹出它的下拉菜单 点选第一个菜单项 我们设置成为复制 回车 点选第二个 设置成 粘贴 粘贴 回车 然后点选帮助 在它的下拉菜单项 我们第一个菜单项 设置为 使用手册 再下一个 设置为关于 这样呢 我们依此类推 就可以设计出 复杂的主菜单 我们会发现 这些设计的内容 已经在窗体设计器内 进行了显示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关闭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这样 我们软件主窗体 就拥有主菜单了 这些菜单项呢 我们可以进行添加 以及设置各个菜单项的名称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菜单设计器的使用 然后我们看 添加分隔线 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集市本 我们看 另存为菜单项 与页面设置 菜单项之间 有一条横线 这条线 我们称之为分隔线 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它 来划分一些菜单选项 之间不同的类别 我们看 这里有两条线 分隔线 那么我们如何 和通过菜单设计器 为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界面 添加菜单分隔线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仅需要设置 所对应的菜单项的 CAPTLN属性的值为横线 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 双击 主菜单组件 我们希望 打开与退出之间 出现一条分隔线 第一步 点选退出菜单项 在旗上点鼠标右键 这一个是插入 这一个是删除 我们点选插入 这时候呢 在退出前面 插入了一个菜单项 当然 将来我们可以点选它 鼠标右键 删除 把它删除掉 当前呢 我们插入一个菜单项 然后设置这个菜单项的 CAPTLN属性的值为横线 为车 它代表的就是 这一个菜单项 为一条分隔线 关闭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我们看 打开与退出之间 出现了一条分隔线 当然 你也可以试着 在复制粘贴之间 出现一条分隔线 关于使用手册之间 出现一条分隔线 总之 只要是哪一个菜单项的 CAPTLN属性的值为横线 那么呢 那个菜单项 就将作为一条分隔线 进行显示 这是第二个问题 添加分隔线 接下来 创建 极连菜单 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 菜单的下面 还有菜单 菜单的下面 还有菜单 依此类推 形成层级关系 这种形式的菜单 如何创建呢 我们可以借助鼠标右键弹出菜单中 选中 C-R-E-A-T-E-S-U-B-M-E-N-T 翻译成中文为 创建极连菜单 这个菜单项 通过这一个功能来达到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演示一下 比如 首先 我们希望编辑与帮助之间 出现一个新的菜单项 称之为选项 我们双击菜单组件 进入菜单设计器 点选帮助 然后点鼠标右键在旗上 点选插入 这时候呢 在帮助前面 这个编辑后面 就插入了一个菜单项 我们设置 它的CAPTLN属性的之为选项 回车 在旗下 我们设置 它的子菜单项 比如我们设置名称为 语言 再下面 是 这一个 我们可以设置为常规 然后 下面我们希望的是 语言 后 有它自己的 积联菜单 我们可以点选它 点鼠标邮件 点选 点选CREATESUBMENU 创建极连菜单 然后设置第一层的第一个菜单项的名称为 中文 回车 第二个为英文 回车 第三个 第三个为日文 等等等等 这时候呢 我们就成功的为语言创建了积联菜单 当然 我们可以点选其中一个再一次的点选创建机连菜单 创建这个紫菜单项的进一步的机连菜单 从而形成层机关系 这样做是准许的 下面呢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看 语言 下面有自己的机连菜单 分别是中文 英文 日文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又一个问题 创建机连菜单 接下来我们看 当我们为窗体添加主菜单组件之后 借助主菜单组件的菜单设计器 为其设置主菜单之后 我们会发现 在运行的时候 每一个菜单项后面都有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的功能是设置所对应菜单项的热键 当前如果我们不希望它含有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 主菜单组件的 AutoHotKeyS属性的值为非自动 换做是手动 这时候 再运行程序 系统默认为各个菜单项 设置的热键 将消失 将消失不再显示 当然也不再能使用 这是我们经常需要使用到的 换句话说 在有的时候 我们为了方便使用者操控软件 我们希望为这些主菜单设置快捷访问热键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借助AND加字母这种格局来为其进行设置 需要注意这些内容往往被夹杂在所对应的菜单项的CAPTLN属性值 中间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确保这个主菜单组件的 AutoHotKeyS属性的值为手动 也就是MAMANUAL为手动 这是必须的 第二步 打开菜单设计器 比如我们点选文件 然后找到它的CAPTLN属性 我们希望用户通过操控Auto加某一个键 比如VF键 就可以快捷的访问到这个菜单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填 AND符号 加字母F 这种格局是必须的 需要注意 回车 这时候我们看 菜单项文件后面多了一个字母F 并且F 并且F下面有一条横线 这就代表这个菜单项的热键为Auto键加F键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运行起来之后 我们按住Alt键 也就是Auto键 再去按F键 就可以快速的访问到这个菜单 我们可以再实验一次 我们看 快速的访问到它了 当然 我们可以为其他的紫菜单也设计快捷菜单 我们打开菜单设计器 点选打开 比如后面 如果我们希望漂亮些 加一对圆括号 期间是AND符号加O 点选退出 后面一对圆括号 AND符号加E 我们看 我们点选文件 在热键前后加一对圆括号 这样呢 会比较漂亮一些 运行程序 我们看 这时候 按住Alt键 在这里呢 我进行标注 热键 访问 Alt键 加字母 这时候 我们按住Alt加F键 就可以快速的访问到文件菜单 然后再按O 则访问到打开子菜单 再按E 则访问到退出子菜单 大家伙呢 可以实验一下 这是所谓的热键 菜单热键的设计 就是记住这种格局就可以了 当然这种格局可以出现在CAPTLN属性值的任何位置 可以出现在这个名称之前 也可以出现在名称之间 当然也可以出现在名称之后 在什么位置都没有关系 总之 通过这种格局可以设置这个菜单向的热键 也就是快速访问键 就省得使用者去操控鼠标进行点选 这是这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的问题 单选菜单 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使用者针对于菜单向进行一些访问操作 但是我们希望彼此这些菜单之间彼此有一定的关系 这时候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借助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称之为单选菜单 第二种形式称之为复选菜单 在这里呢 我先进行简单的介绍 我们看 我们先运行一下 我们看 当前我们的选项下面 有一个语言 语言下面 有以供我们选择的几种语言 比如中文 英文 日文 当然还可能有更多 如果有一天 我们希望 使用者 在这些菜单向之间 在某一个时刻 仅能选择其一 不能同时选择多个或多或更多个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助单选菜单的形式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打开菜单设计器 选项 语言 中文 英文 日文 我们分别设置各个子菜单的 2 2 DL I T E M 属性的值为处 这是第一步 必须的 设置它 对 我们看 2 A DL I T E M 属性的值为处 它的设置的值也为处 它的设置的值也为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当我们分别设置这些在同一个级别的各个菜单项的 R A DL I T EM 属性的值都为处的时候 在某一个时刻 只有其中某一个菜单项的CHECK ED属性的值能为处 但是 同样就说明了 在同一个时刻 这三者之间 只能有其中一个 它的属性的值为处 比如当前我们设置英文的属性的值为处 只能有一个 不能有多个 比如我们点选日文 设置它的CHECK 也就是选择状态为处 这时候我们看英文设置的它为处的那个原点将自动消失转移到日文身上 而中文的CHECKED属性的值将自动切换回FALSE也就是未选中状态 当然 比如当前日文处于选中状态 它的CHECKED属性的值为处 但是如果我们点选中文 但是如果我们点选中文 设置它的点选状态的值为处的话 那么日文的点选状态将消失 反还为FALSE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级别的这些菜栏项之间 如果它们的RADLITEM属性的值为处的话 那么这些菜栏项之间的CHECKED属性的值 在某一个时刻只能有其中一个为处 也就是其中一个处于选中状态 其中一个前面有黑色的圆点 不能同时有多个菜单项 前面有圆点处于选择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单选菜单 与其相反的就是复选菜单 也就是在同一个时刻 多个菜单项可以处于选择状态 非常的简单 把它们的各自的这个RADLITEM属性的值 设置回为FALSE 都设置为FALSE 这时候它们虽然为同一个级别 但是在同一个时刻 允许多个菜单项的CHECKED属性的值为处 我们看就好似多选复选框那个样子 当前呢是把三个菜单项都选上了 它们前面都有对购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呢 它们属于复选菜单 换句话说 在某一个时刻 可以有多个菜单项处于选择状态 也就是CHECKED属性的值为处 而单选菜单呢 正好与复选菜单相反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两者 往往在有的时候呢 可以标注 与用户进行单选复选功能的一些交互 虽然当前 我们还没有为其添加代码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感触到这个单选菜单与复选菜单之间的明显的区别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个问题 单选菜单 复选菜单 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发现 虽然我们在进行界面设计的时候 这些主菜单属于同一个组件 但是 这些菜单项之间 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 彼此是独立的 彼此之间有其独立的名称 我们呢 可以借助菜单设计器来明显的看到 我们点选文件菜单项 我们看 它有一个属性为Name 也就是名称 直为N1 打开 它的直为N2 名称为N2 退出 菜单项 它的NAME 名称属性的直为N3 编辑 它的名称属性直为N4 换句话说 各个菜单都有自己在应用 在这个编程开发环境中 自己独立的名称 这些名称 往往系统会自动的为其进行添加 当然 我们可以将来进行手动的更改 通过属性面板 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 第二个要知道的时候是我们如何希望用户在点选某个菜单的时候去执行指定的程序呢 我们可以借助于各个菜单项名称 所对应的 O-N-C-L-I-C-K 也就是鼠标点击事件 通过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添加各个菜单项当被鼠标点击的时候需要处理的代码 比如我们拿文件的打开与退出这两个菜单进行举例 点选打开菜单 然后找到其事件面板 我们看 有O-N-C-L-I-C-K 我们先设计设计这个菜单项的内幕名称的属性的指示为打开 我们可以拼音拼音 然后来到其事件 这个鼠标点击事件为其双击添加代码 我们看 这时候呢 在代码编辑窗口呢 自动的添加了一个过程 打开的鼠标点击事件 要执行的代码是弹出一个消息框 消息框的内容是 用户点击 打开菜单 这是针对于这一个菜单项 点选退出 为其命名一个名称 比如叫做退出 来到事件 点选 鼠标点击事件 双击 为其添加代码 同样是添加了一个过程 需要执行的代码是弹出一个消息框 用户 用户 点击 了 退出 菜单 退出菜单 我们看 针对于不同的菜单 有各自不同的名称 打开 退出 退出 有各自的鼠标点击事件 处理的 所对应的过程代码 当然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需要 添加更加复杂的程序 代码 编写更加复杂的程序代码 在这里呢 我们紧拿弹出消息框来举例子 这样 我们就为将来用户分别点击打开 退出 添加了指定的需要执行的代码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点选文件的打开 执行代码 弹出消息框 用户点击了打开菜单 点选文件的退出菜单 执行所对应代码 弹出消息框 用户点击了退出菜单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介绍的内容 为窗体 添加主菜单 第54课完毕 是的 或 还有 请不吝点赞 这个课计划